好 决定站出来为民众来服务 这次美国知名的华裔律师郑博人 他就宣布了要投入4月14号 南加州雅凯迪亚市的市议员选举 也希望华人选民可以善用通讯投票 南加州的雅凯迪亚市即将在今年的4月 展开市议员的选举 而著名的华裔律师郑博人 也投入了第四选区市议员的改选工作 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郑博人律师 来跟观众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参加这一次市议员的选举 市议员是在政治里面是最低的 可是我觉得市议员在政治里面是最高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可以感觉到政治的福利 是在市议员给你的诚实 不是只有垃圾准不准时 是今天你的警察够不够 今天你的路有没有铺好 有没有修好 晚上的时候如果有野狼 那要怎么样子去控制 这个都是你的城市 这个不是总统 这个不是国会议员 这是你的市议员 所以呢 我这次我出来的话 我是希望 虽然Arcadia是一个十分好的地方 可是我是希望说可以把Arcadia 变更好 然后特别我们的华人的话 在第四区 我们有蛮特别的需要 我觉得别的Arcadia 没有这种感觉 很多人讲说Arcadia是很安全 如果你问我们的华人 我们觉得Arcadia的治安可以进步很多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没有 百分之八十九的案子 所谓的刑事案子 都是在我们南边 那你猜我们华人住在哪里 有的有住在北边 可是大部分都是住在南边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就希望可以出来 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可以看 然后支持我们的居民 郑律师大家都知道呢 在过去的几年你积极的参与 各种社区的服务工作 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过去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在这十年的话 我很高兴就是华人给我 这个机会可以回馈给社会 我们经常都有很多不同的课 为了新的法律 我们每年的话 我们在这几个月都做性骚扰的课 因为在性骚扰的课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 他们不知道性骚扰是什么 我们每一次的话 有什么新的法律 我们都发布给每一个人 不单在网络 可我也很高兴 就是我们狮子会的话 我们也有支持狮子会 我觉得Lions Club 如果华人不知道 Lions Club是什么狮子会 我也觉得很鼓励你们 因为真的狮子会的话 在洛杉矶很欢迎华人 Kewanis Club too 我是觉得狮子会是很好的 郑律师如果你顺利的当选 雅凯迪亚市的市议员 你将会为市民做一些什么 我们Arcadia我们第四区的话 有蛮特别的问题 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治安的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警察 在2019年的时候 1月2月份 他们在考虑说 要不要离职13个警察 9个消贩员工 我觉得我们Arcadia不能这样子 虽然我们的经济在美国有往上 可是我们Arcadia目前在2019年 亏钱亏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进步这件事情呢 我们当然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citizen commission citizen commission的意思就是 要由我们专业的居民出来审计 我们所谓的开销跟我们的收入 我很高兴在2019年 他们有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最后的市议员做了几个决定 我觉得有帮助我们的城市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来 我们10年前 我们经济状况不好 10年以后还是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我们要想说 那我们未来的10年 我们可不可以一直这样子做呢 不行 这个我觉得我们华人可以帮助很多 我们华人有很多很好的 做审计的 也包括会计师 我觉得如果可以给他们这个机会的话 他们可以出来审计我们的账 地市区呢 也讲一个蛮特别的情况 就是我们很多的路 没有灯 还是可能只有一个灯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人飙车 在北边的Arcadia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他们的路很漂亮很漂亮 可是我们南边呢 就是没有这个灯 所以我们要想说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个车子慢下来 很多人晚上不敢走路 因为他们怕被车撞到 其实我们在多雷有撞死人过 我们在那条路有撞死人过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把慢下来呢 我们可以跟市政府 包括州政府合在一起 他们有不同的方式 不会影响到车 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慢下来你的车 还有很多的钱是从他们来的 不是从我们自己 逃遥包出来的 谢谢郑律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在这边呢 也要提醒所有Arcadia的市民 今年市议员的改选 是在4月14日 所以希望所有合格的选民呢 都能出来踊跃的投票 才能够帮助市政的进步 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棚美主播